这是奥运会的极情与积极节的浪漫不期而遇 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会去巴黎 以为这个盛会增添了一抹甜蜜 他们对爱情有着怎样的理解 又有哪些动人故事 我拿着几枚奥运元素的戒指走上巴黎街头 寻找答案 与孩子而言 爱是与爸爸妈妈还有宠物相伴相依 这便是他们小小世界的全部东西 在成年人眼中 情人节增添了几分便利的必需感 一起吃一碗晚饭 然后享受 他们外出吃 他们在公园里面 有很多人 我们喜欢在家 准备吃饭 如果我能够成为我和他的妻子 我们会成为学生 然后 希望我们能够一起结婚 一起结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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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已经结婚了 50年 我认为是爱是很好的理解 对吗 你认为什么 礼物已不再是关键 身旁的那个人才是唯一 每个人对于爱的理解千差万别 愿意和其他人与其他人的分别 尊重 尊重? 对 为什么尊重? 因为我感觉你能够爱到别人 你能够照顾别人 但在任何关系 即使是朋友 家庭 如果没有尊重 那些都能够禁止 我可以说中文吗? 向别人处话 沟通 但对于爱的本质 却惊人的同意 就像这位志愿者说的那样 Where is the direction of love? It's just in 是的 来自我们的内心 这一点全世界可能都一样 喜喜节快乐 喜喜节快乐